这就是位在新北三峡的国防御医所拥有全台唯一的P4实验室 去年6月蔡总统也亲临参访 但现在却传出国防御医所被要求要研发生物战绩 有媒体报道前行政院长苏正昌在去年6月23号主持一场南海工作会议 国防部就在会议中报告依照美方要求研发生物战绩 要建造一座新的P4实验室 目前已经完成规划美方将派人协助 会议主席跟才是蔡总统非常重视 要求军方依照进度执行 民警长立委认为消息空穴来风 不过去年6月的国防御医所简报内容早就透露 任务目标就是要建立生物战防护能力 奠定研发战绩的基础 有关美国敦促我研发生物战绩等等传闻 并非事实 按照各实验室的规划 P1是研究大肠杆菌K12型 P2是金黄葡萄球菌及登格尔病毒 P3更危险一点有新冠病毒 P4则是更难医治的SARS 伊波拉甚至是天花 若台湾拥有生物战绩对我国也很危险 战场有可能是在我们台湾的本土 或者是台澎金马地区 那既然是防卫作战的话 你变成说你到说这个生物战绩所可能投资的地方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土地 而且到最后很可能是一般的民众可能会受害 拥有核生化防护能力对台湾很重要 但真要做成武器 恐怕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得不偿失 欢迎新闻林博涵林鼎强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